四頁這邊都有 所以你回去的話 假如說要參考程式的話 其實這個都可以感受自己感受 你只要路徑不要錯就好了 OK 只要路徑是要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就OK 但是如果你不是放同一個資料夾 我剛剛講過了 你其實就是可以 把這邊再增加什麼 它的哪個遲碟 哪個目錄碼 我的習慣是 直接點上面這邊一下 然後我是建議用複製貼的 為什麼 因為你複製貼絕對不會錯 但是如果你自己打 很容易出錯 然後複製的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的前面貼上 記得一定要再加一個反斜線 這樣來runOK 其實run應該OK 那如果說你出現那個什麼 出現那個錯誤 它跟你講說拖曳資源 你可能就要補 這邊要兩個 因為它應該有新舊版 因為我記得好像以前的版本 一定要兩個才可以 但是現在新的版本 好像只要一個就OK了 這個我不知道 它可能慢慢 它的這個相容性 又會更好 越來越友善 OK大概是這樣子 好了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就可以把 之前的程式有沒有 這個是輸入嘛 然後我們如果不用輸入 我直接輸出結果 那輸出結果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直接Ctrl加1 把它字節取消 那也就是這邊的話 是計算總分有幾個學生 然後總分幾分 這些其實都沒改 其實主要就是產生這個Skull了 OK 那前面這個Skull是用append一個個慢慢去丟進去的 那這個上面的Skull怎麼產生的 就是用Skull 切割完之後產生那個串列 那並且把它做轉型 OK 然後把它丟過來 那只要有一個Skull 所以這邊我們已經有一個Skull了 然後我可以直接套用上一次 對這個共有幾個學生嘛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把它執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就會產生一樣的結果 有沒有 我這邊是輸入總共有10個學生啦 那總分加起來的話 就是845分 平均的話呢 就是84.50 然後最高分是89分 最低分應該是80分 應該沒錯啦 OK 所以喔 也就是說差別是 一個是手動輸入append 那一個是切割 自動外部讀進來 就把它放在一個 那基本上啦 反正最終就是要先產生一個串列 這個是兩個相同的地方 OK 所以你會發現 我是一直強調說 串列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外部很多東西 你要放哪裡 哪一個地方放 那你就不能做後續的處理了 其實你可以想像成 它有點類似像Excel裡面的這個東西啦 就是它就是一個一個欄 那你把資料放上去 然後再做後續處理 OK 那當然喔 類似像這樣啦 只是說這個橫向 最後你可以再做什麼 在Excel裡面 我們是用那個滑鼠去計算總分嘛 計算平均嘛 計算最高 最低 那那個Python是要用程式語言一行一行把它寫出來 差別在這個地方 所以結果是一樣的啦 那程式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把很複雜的整個流程全部串在一起 直接就輸出了 那最後呢 假如說 你希望怎麼樣 你說 老師我最後 我不是只是想要在這邊看到結果喔 我是希望喔 可以幫我存一個檔 直接就幫我存在我的那個根木屋底下 然後呢 我直接打開 我就看到那個報表的結果了 類似像這樣 我先demo 這邊有一個叫eng底線rpt rpt就是report 如果我希望呢 把這個剛剛看到的這個這個report 這個報表的結果 幫我把這些結果喔 寫入 假設我有個需求 我要把它寫一個檔 這個檔案名稱呢 就叫做 這個好了 eng底線report.tst 那我已經做好了 我先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子 我要把這些東西 寫到這邊來 變成一個檔案 當我存在根木屋底下 有點像是產生一個報表的一個檔案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其實這邊的話 其實也不複雜啦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如果你要讀檔就open 如果你要寫檔的話呢 那就write OK 有沒有 那write的話呢 你必須跟他講說 你要write什麼資料 那通常會是一個文字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一串東西喔 現在是直接輸出print對不對 那可是我如果將來喔 我要變成一個檔案的話 首先的話喔 我需要把這些print出去的資料 全部先串成一個文字串 再把它寫出去就可以了 但是這邊可能要注意一點喔 因為喔 這個資料跟資料 這邊有換行對不對 換行一定要加反斜線n 這邊要反斜線n 如果你沒有反斜線n這個東西的話 那他就沒有辦法幫你做換行 也就是全部資料會接在一起 所以喔 要怎麼做喔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把 假設我需要把它寫出去的話 那其實如果你要寫出去很簡單 其實喔 在最底下 其實就是在寫 一個是寫三行 哪三行 用那個什麼呢 F等於什麼呢 這個喔 就是 後面的話呢 我們本來前面是用那個F等於Open 那現在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F的部分的話 就把它改成F裡面有一個叫Write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寫出去啦 那寫出去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這邊 其實就是這三行 那你要把它寫出去之前喔 的方法第一個 差別的部分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把 後面這個R改成 這個W就可以了 所以喔 寫出去的模式喔 我們直接拿這個來 Ctrl-C好了 OK 有沒有 這D行一樣 如果你要把它寫出去的話 那因為是相對路徑 所以我就這個路徑 我就把它delete掉 然後記得喔 把這個 後面也許ENG 加一個底線 rpt-report 然後呢 把這個R模式改成W模式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資料喔 幫我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喔 OK 第一行 第二行的話呢 前面是用Read的 所以這裡的話 我用一個方法 叫Write R-i-t Write 這邊會自動出現 那Write的話 它會問你說 你要Write怎麼出去 所以我們選Write 後面的話 加一個S 可是你想說Write 現在S在哪裡 沒有啊 沒關係啦 我們先加好了 然後呢 最後記得 如果你要關檔的話 後面記得一定要有一個什麼 Close 就是把它關掉 如果你沒有關掉的話 它會卡在記憶體裡面 不上不下 除非你程式關掉 不然的話 它會佔用記憶體 OK喔 可是問題來了 關鍵的地方 其實也就是三行 所以這三行就把它寫出去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考慮一點 Ride 可是問題現在S不存在 所以我要怎麼樣產生這個S 那實際上 我們就是把 剛剛只要Print的 1 2 3 4個東西 把它變成S就可以了 那我要怎麼樣 我如果不要Print 我要把它串成S的話 那首先 當然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 請你把什麼呢 這個共有幾個學生 Print的瓜糊 請你把它先改成S 所以S是什麼 S等於這個 等於現在的這一串文字 OK 也就是說 S本來是沒有東西的 然後我直接就先這樣子 那但是請記得喔 因為我剛剛有提過 每一行的後面一定要換行 所以請記得後面加一個反斜線 意思是 我先輸出第一個有沒有 所以剛剛看到那個report的結果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共有幾個學生換行 有沒有 換行一定要自己加一下 那再來的話 本班總成績加在後面 本班總成績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把Print也是一樣改成S 但是這個時候 你不能說我在S等於 如果你在S等於的話 那變成前面的這個 這個共有幾個學生 那就不見了 因為它就被蓋掉了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要蓋掉 你希望把那個字加到後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S等怎麼樣呢 這個底下這個地方 就要改成S等於原來自己S的本身 然後再加上後面這一串 也就是說第一次不需要加S串接 那底下的話 通通都要再加一個序處 就是我要把前面原來的東西 跟現在新的這個文字 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它又串一個了 所以串完之後的話 你應該就到這邊啦 OK 那一樣喔 這個後面要換行 所以換行的話呢 請記得喔 請你在哪個地方再加 應該是在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本班總成績 在formatch的最後尾巴 記得喔 加一個反斜線N OK 所以這個地方第二個加一下 串接嘛 所以剛剛我把什麼 原來的print 這個地方改成S加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改成S等於S加 記得尾巴一定要換行 換行的位置 請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做錯 那就是串這個 然後再串這個 底下一樣 再把什麼呢 最高分 最高分一樣 就是把print拿掉 然後改成S等於S加 所以最高分 然後尾巴的後刮弧拿掉 再來的話 最低分一樣 最低分的話 把這個S 把它print在這邊 然後尾巴會有個後刮弧也要把它拿掉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結果喔 基本上 就已經把之前輸出到 這個 右邊的這些文字 全部串在一起 當然如果你要確定的話 你可以先print出來看看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寫到S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喔 最好是這邊 為了確保 如果有萬一 是不是有錯誤的話 你可以直接print著 然後呢 底下這三行 可以先把它關掉 ctrl加1 先註解掉 我們先print出來結果 如果結果對 那我再把它寫出去 OK 把它print一下 看一下結果 這個錯 這邊錯 這哪裡錯呢 s等於s加 這個東西 哪個地方 這個後面這裡 本來是print 豆點是串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再加一個加號就可以了 加它的分數 那加完之後記得 你不要麻煩這個可能要加一個str 把它轉型 因為它回來的應該是一個數字 那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把它轉型 再串接 OK 這樣的話應該就OK了 應該 也就是說 本來我是加print 豆點加一個參數 現在是跟最高分串在一起 所以要str轉型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OK 把它print一下 應該OK了 所以print出來結果 沒錯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好 好像還少了 換行 最低分 這邊有個換行 所以再怎麼樣 再加一個換行 換行的話就是 再加一個反斜線n 這樣就OK了 所以最高分89 最低分就折到下一行 我看看 也沒錯 最低分 那如果 假設產生出來的這一串文字 是我們要的結果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再把底下這三行打開 幫我寫出去喔 寫到檔案底下 那我把這個檔先刪掉一下好了 OK 然後它就把我們做好的結果 存一個檔 並且把s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最後把檔案關閉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之後呢 也有分的出來 然後呢 有沒有個檔在根目底下 也有了 有沒有 eng底線report 打開之後看一下 裡面結果是我要的 那這樣的話 等於就是說我可以寫檔 存檔啦 所以其實喔 在python裡面要存檔 好像也沒那麼困難 OK 最重要就是哪三行 就是這三行 那這三行呢 你可以先寫啦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 s 這個s的話呢 就是必須要把原來print的東西 加上我剛剛講的這些啦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第一次不用s加啦 那後面的話可能就是 要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那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這邊還是要轉型一下 轉型一下 那請各位呢 試試看喔 那這個相關的寫檔部分喔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呢 也有參考 在第幾頁 在這邊 第五頁的地方 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在拍攝裡面喔 開檔跟寫檔喔 其實程式真的非常的簡短 已經基本上做到那個 程式語法的最小化了啦 OK 那其他的話可能就是說 一些小地方啊 可能要注意一下 比如說換行一定要反斜線N 然後串接的話呢 一樣啊 就是說 如果是數字喔 一定要先轉換成文字 加一個STR 再把它轉型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些應該都有喔 OK 所以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你們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甚至這些其實把它Ctrl C、Ctrl V 理論上應該就也可以做這個執行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底下我們還有一個練習題 就是 假如說我今天要把它改成一個 會員資料的讀取 底下的話有一個就是叫 Member.tst的檔案練習 裡面的話就是有50個會員 那這50個會員喔 我如果希望做一些 比如說資料的簡單處理的話 裡面當然第一個啦 這邊有總共五個欄位 從編號到手機 底下也一樣 中間加豆點 OK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 第一個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做處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比較簡單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那其實最後我是希望喔 處理完結果就是說喔 比如說那個檔案 假設說有五個欄位 從什麼呢 手機一直到 五個欄位 編號 姓名 生日 血型 跟手機 總共五個欄位 那如果我希望喔 只要取其中兩個欄位 比如說姓名跟手機 我不要這五個欄位 我只要兩個欄位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呢 我如果假設五十個會員 假如我不要那麼多會員 我五個會員就好了 這個地方喔 該怎麼處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後面的話喔 慢慢就可以再結合資料庫 其實後面如果假設喔 你這個資料是有規則性的話 有的時候甚至喔 你乾脆把這個資料喔 塞到資料庫裡面 那就可以做一些資料的查詢了 跟統計分析的動作 OK喔 所以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的 第五個單元的第五頁的地方 先試著做做看 那最後我希望得到的結果 會在根目底下 產生一個報表檔